小爱爸爸加油 在救国团主任葛永光的陪同下 113年青年节筹备委员会 特别到基隆市政府拜会 针对市政发展 青年朋友们也跟市长谢国良进行互动交流 那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拜会 学习到更多青年有关的相关政策 那我们也知道基隆市政府在谢市长上任之后 有许多相关青年的政策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各地在各县市 也能更多的青年政策被推动并且去实现 藉由经验的学习以及借鉴 向基隆市政府向谢市长取经到 如何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青年政策 以及青年的建议 我们藉由交流的机会和基隆的团委会 以及我们青年节的伙伴 去一同去了解说要如何完整我们的过程 基隆有没有办法像高雄爱河一样 未来规划观光船 谢谢 我觉得以就过去40年来看 基隆作为国际化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其实严格来说有在下降当中 所以我会认为说未来只要能够让基隆更国际化 更现代化的一个方法 我们都要予以考虑 不论是说在我们想做的这个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或者是打造更多的不管是港景的意向 海景的意向等等 都能够让国内外的观光客 还有我们自己的市民居民家庭 来到基隆或从基隆家里外出的时候 都觉得到处都可以生活休憩游玩观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具体 天良河可不可以像爱河这样 那当然我们天良河比较窄一点 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做水质的改善 但是我们的确是有进口了 在美国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都还算蛮盛行的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那我们也预期希望 水路两用观光巴士 能够在适合的航道上 提供国内外朋友更好的旅游体验 我也勉励大家 或许现在大家有的是在高中 有的是在大学 那也有的也准备进入研究所 但是希望大家的学习 不要因为大家在校园的 全职学生的一个结束后 你的学习就停止了 我鼓励大家持续的 来进入很多的学习环境 花样安妇 祝梦幸福 市长谢国良肯定青年朋友们 踊跃发言 提供宝贵的建议 大家也跟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以行动来支持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